好吧 我们来看一下 正在备战的朋友们 状态如何 不经营出现 请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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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紧张吗 不紧 不紧张 不紧张 今天有军训的感觉 好嘞 那不经营先去准备吧 好嘞 不经营加油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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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后来 众所周知 就是一个小卷 小卷人 小卷人怎么样 今天 还行吧 很平静 加油吧 他是你们效果的笔线 是吧 营模 营模 他们都说这个题目就是我出的 王志 能跟志胜相逢天花板吗 我 如果天花 可以 我有这个想法 我想起了 我当然想起了 来 我们把镜头往这旁边这个半个肩膀实现 效果四帅 四帅哪里来了 来 胖博 怎么样 紧张吗 紧张 紧张 昨天朋友们奉献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演出 希望我们今天接得住好不好 一会期待各位舞台上的表现 好吗 慢慢准备 慢慢准备 好 开始了 在那边的天花板上的人呢 今天会有两个人晋级去跟他们竞争 哦 这个是同人文主人公和他的作者 作者 我今天是读者见面会 读者见面会啊 川和志胜这两位呢是上一场登上天花板的 呃 川哥预测一下吧 谁会晋级今天哪两位 忽兰和庞博有可能晋级 诗诗 我觉得每一个认真在这个舞台表演的人 你给我闭嘴 你还想咋自己当个明星啊是吧 你给我说上这些啊你给我 你给我预测快点 何广志和忽兰 先问一下萌姐有什么拍灯标准吗 看现场的表现 主要是因为跟那个评判赛场差不多 最重要的是在舞台上这种状态 嗯 舞台上当中这种松弛度和把握舞台的这个 整个的掌控度 我觉得这个的占很大的 更看重这个 对对对 更看重舞台的掌控度 好的 我们布姐在后面准备的也差不多了 上一场呢带来了一段琴枪脱口秀 不知道今天有什么突破 掌声有请布京云 好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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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什么 好吗